昨天也就8月31日 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实施对华芯片出口新的限制 其中涉及英伟达和AMD的多款高端GPU芯片 具体情况如何我和您说一下 首先信息来源是上周五英伟达提交给美国证监会SEC的8K表 我们可以看到在ITEM 8.01其他事项中披露 美国政府也就是USG通知英伟达对于出口到中国 包括中国香港以及出口到俄罗斯的两种高端GPU产品A100和H100 实施新的许可证 其中最新的旗舰产品H100还没有正式在市场上交付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许可证的限制不只是包含A100和H100这两种GPU 还包括英伟达未来研发的所有处理能力相当于或超过A100的产品 美国政府做出许可证管理的理由是防止中俄将其用于军事用途 当然既然是许可证就是有可能审批下来的 英伟达表示公司会帮助中国的客户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证 但无法保证能够获批 英伟达在报告中也表示目前没有向俄罗斯销售产品 英伟达之前预计三季度销售额为59亿美元左右 基于这一新的许可证限制 公司在中国可能会损失4亿美元左右的销售额 也就是其数据中心业务收入的10.6% 或者是第三季度总收入的6.8% 英伟达称正在与中国客户磋商 提供其他中低端产品以完成销售订单 如果替代产品不够用 可能会向政府申请许可证 市场猜测 这意味着英伟达在2023年的收入损失 将达到20亿美元左右 AMD也披露了类似的信息 影响的高端GPU产品是MI100和MI200 不过AMD表示预计新规 不会对其业务产生实质性影响 今天也就是9月1日 英伟达再次向SEC披露 公司也获得政府授权 继续开发H100GPU所需的出口 再出口和国内技术转让 并且可以在2023年3月1号之前 为采购A100芯片的美国客户 提供所需的产品出口 在2023年9月1号之前 通过位于中国香港的工厂 继续运输和履行 A100和H100的芯片订单 那么之前多家媒体都认为 美国开启了对于中国的高端GPU芯片禁令 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 从今天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来看 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的想法 美国政府是不是真的想彻底封死中国企业 获取高端GPU的途径呢 我觉得不是的 GPU尤其是高端GPU作为美国重要的高科技产品 需要获取全球收益 支撑自己未来的研发 同时占据全球的数据中心市场 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区域数据中心市场 不会轻易放弃的 由于中美贸易与产业链深度绑定的现状 美国在对部分高端的GPU型号 做出许可证限制后立即进行调整 将时间放宽到明年的3月1日 甚至将在香港的交货延迟到明年的9月1日 说明美国也希望尽量不影响美国企业 在中国的正常业务开展 那高端GPU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限制以后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有什么影响呢 简单的回答就是 高端的GPU缺货对于中国发展人工智能 尤其是复杂深度学习应用会产生很大的障碍 目前英伟达的高端GPU主要用于数据中心的建设 为图像识别系统和复杂语言应用的 高端AI模型训练运算提供算力基础 GPU是AI神经网络建模理想的训练和运行平台 因为其架构中的大量并行计算能力 与CPU相比运行效率能够大大提高 我们知道AI的应用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三大支柱 其中算力就是由数据中心支撑的 最重要的核心组件之一就是GPU 现在最新的深度学习模型动辄包含 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参数 如图中所见 不论是自然语言处理还是图像识别应用 参数都是乘指数快速增长 就算在中国也是这样 2021年6月经过近三个月的技术迭代 国产AI系统误到2.0发布 参数量达到1.75万亿 创下当时全球最大的预训练语言模型记录 2020年的时候 微软居然搞出一个包含17万亿个参数的深度学习模型 可想而知 训练这样的模型需要消耗多少计算资源 而GPU则是搭建计算资源最核心的组件 也是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最重要的基础 以这次被纳入许可证范围的英伟达A100为例 2020年阿里云新一代云服务器将AI性能提升20倍 其核心就是英伟达A100GPU处理器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应用要引入人工智能 搭建复杂的深度学习模型 数据中心会采购并使用更多的GPU产品 一旦美国对中国采购高端GPU做出限制 中国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相对低端的GPU产品 这对于发展高端人工智能应用是一个不小的阻碍 事实上美国也是担心中国采购高端GPU处理器 用于特定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 包括武器开发、面部识别和其他军事用途 所以这次美国实施许可证的同时 还需要英伟达和AMD跟踪确认高端GPU产品 最终的用户和应用类型 在国产替代方面 高端GPU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内民用GPU龙头的企业是景佳威 2018年发布的产品性能 仅与英伟达2011年的低端产品相当 不过2021年发布的9R系列GPU 性能已经能够赶上英伟达2016年的终端产品 但英伟达这样的行业巨头技术发展的步伐也很快 哪怕是上一代旗舰产品A100的处理能力 也是目前国产顶级GPU的几十倍 而即将交付的新一代旗舰产品H100 在其独特的并行架构和多种新技术推动下 处理能力又比A100提高了6倍 所以国产替代的路还有相当的距离 所以高端GPU如果对中国禁运 一定会对中国高端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影响 不过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借助自己的数据优势 也能够紧紧咬住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甚至在部分领域弯道超车 从今天美国快速调整高端GPU许可证实时时间来看 后续美国的政策再次调整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希望美国确实只是想限制高端GPU的军事用途 而不阻挠其在高端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 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